那因為它是一個塞車案 只要讓這樣的一個疫情 能夠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它校正回歸 就是不要再玩那種數字遊戲 我覺得這樣子根本沒有辦法 幫助整個疫情改善 國內疫情持續延燒 每天都有百例以上的校正回歸 篩檢量能備受考驗 問題出在哪裡 很多人說快篩只要15分鐘 為什麼PCR會塞車 我這邊跟大家做解釁 我假設我現在想要拿這個是採集的樣本 這樣每一進實驗室之後 第一階段它要先做編碼 也就是它每個樣本要給它一個號碼 就像我們的身份證一樣 編完碼之後 來就可以上機台 這時候上機台做什麼 核酸萃取 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器 從編碼到萃取 我們剛剛了解是這個過程 大概就要花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只是第一階段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來第二階段 來我們來看 第二階段它會把這個樣本 到這個操作台上 這個時候的技術人員會 開始為這個樣本 每一個上面都注射一些試劑 然後這個試劑注射之後 還需要做一個反應的時間 這要時間 他們說這個過程呢 通常統計的也要大概兩個小時 好 第二階段完之後 最後來 進到第三階段 才是真的開始進入PCR檢測 這是PCR檢測的儀器 以這個384個樣本寄出來說 它整個RUN完大概要兩個小時 最後 透過這個電腦 它就可以做每一個樣本的判讀 它是陽性 或者是陰性 把這個判讀的報告結果 沒診之後 上傳給政府 在也需要兩個小時 也就是說 檢體進到實驗室 到核酸檢測 判讀結果 至少都要將近8小時 這一定是最快的速度 為了協助政府籌組 防疫國家隊 民間力量開始串聯 其實大家都是願意在第一時間 投入這樣的檢測量的 因為不管PCR的機台 或者是實驗人員 或者是經驗上 其實我們都具備豐富的經驗 那我們第一時間也願意投入 只是說一開始的法規 或者是在這個檢驗的這個部分 其實因為牽涉到一些 醫事法的問題 以將近期的升級公司為例 投入癌症基因檢測 也是國際知名的基因定序公司 不但有專門的PCR檢測通道 也是疾管局合作的廠商 協助後端病毒株定序 判斷確診的病毒株類型 即使如此 受限罷歸 生技公司只能提供設備能力 分子檢驗它因為是有PCR的過程 所以它還有萃取DNA的過程 所以其實它這個步驟是比較繁瑣 那很多可能就是一般的檢驗所 它可能並不具備這樣的空間 這樣的設備跟這樣的能力 所以像國外其實它都是很快的時間 就召集了生技公司 甚至當地的檢驗所 還有醫院 大家就一起 一起組一個地方 馬上就開始做了 這些實驗室呢 可能用的是一系設備的速度 可能本來沒有那麼快 我們的人力也嚴重不足 報告的速度相對 你可能會有兩倍的延遲 甚至到三倍的延遲 是不是當初有即時的打電話通知他們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是不是它的自主健康隔離 跟家人保持的一個距離 就會就鬆懈了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也呼籲政府說 其實因為像這種分子檢測的部分 其實台灣的生技公司很多都做得很好 而且都是這個 在國際上相比都並不輸別人 那其實只要願意 廣納這個台灣生技公司的能力 再加上我們台灣有很好的中研院啦 像國衛院啦 這些高級 就是很好的國家單位一起投入的話 我相信這個疫情的控制 甚至預測下一波的疫情 那這個是我們高通量的定序 那有不同通量的設備的定序 例如說我現在已經檢測到 發現慢慢開始轉 下一個株了 可能是越南株 哇那就緊張了 那可能整個的防疫的這個措施上 就要緊急的做調整 針對這個病毒株變異的情況 他們要隨時的掌握 因為這樣子 疫苗要開發才可以更快速 而且防疫的政策上 可以配合得更到位 這也是台北市的一個 快篩試劑的生產區 你看都已經晚上6點 那你看現場 還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都還在加班 他們在做什麼 我們來看 這個是萃取域 就是當我們的檢體 鼻子這邊檢體拿出來之後 可以透過萃取域 再滴到這樣的一個快篩試劑裡面 15分鐘之內就可以知道是陽性或陰性 所以現在不只是PCR的檢測塞車 連快篩試劑也缺貨 據我所知道 數量多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 來找我們代工的廠家 多很多 而且我們產能也是全滿 第二點 我們公司其實也有在幫忙做一些 代理跟販售 那也不滿意跟您報告說 就是現在每天是拿現金 去原廠取貨的 對 我們每天就是要準備個幾百萬 去原廠拿貨 你們的身體狀況還好嗎 疫情嚴峻加上開放企業快篩 包括政府 醫院和企業三方 出現快篩試劑搶購潮 四五六位都叫回來加班 那每個人都是 反正就做到完為止 那做到完常常都是晚上十點 那你看他們手指頭 其實從那都轉到都裂開了 因為他有那個瓶子要把它鎖緊 陳冠志說 市場上一定有竹科大廠出面掃貨 每通電話來 都是要大量的快篩試劑 公司只能提高產能 原本一天生產五千件 提高到兩萬件 我們公司的政策是 把我們所有原本要生產的產品 能夠停止的 我們全部停止了 對 那全部都來加入 不管是在PCR核酸的 檢測的一個製作 或者是現在 現場在做這個快篩的一個 代工的部分 我們是全產能 全部拿出來支援這一個部分 我們這一台機器的話 一次可以做94個檢體的話 一天大概可以跑大概三個回合 又就是大概跑三次 所以94乘以3大概是270 到280個裡面 那我們公司就有四台這樣的一個設備 所以加起來的話 大概是可以到 1120個人次左右的檢體量 台灣一度以公衛大國自居 結果發展疫苗一再落後 明明民間就有強大量能 篩檢卻大篩車 別讓判讀過程的空窗成為防疫破口 後果該由誰來承擔 試用旁邊 試用旁邊 我記得 這次不好了 就可以開始